我现在听很多分享说 男朋友喜欢在网上和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大强的三个特质它都有 自私 冷漠 吝啬 自己收着房租花了一千五跑你那儿又吃又住 还拒绝你的家人进入你的家门 你哪有这个资格呢 那又不是你的房子 我根本不要住他那里的 那问题是你就住在他那儿 而且你三番五次走了又回 是你要住在人家那儿 不是人家邀请你 要不然你回去干嘛呀 咱一把年纪了能不能不虚荣不虚伪啊 张阿姨 你的性格很好 你心里不记仇 简简单单 但是你有你的一根底线 就是你的底线是认为 我如果要再婚 至少我要找一道一段属于我的真正爱情 但是他不是 有一些男人真的跟苏大强一样 老婆一死 哎呀 整个人放飞了 没人管啊 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我干什么都是应该的 我让子女们给我买房子 买什么都是应该的 我花子女的钱怎么着都是应该的 我苦了一辈子了 你不就这想法吗 苏大强就这个想法吗 对 你可以有这样的想法 没有问题 但是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口口声声说 养儿不是为了防老 如果养儿只是为了防老 那你养来养去养的是你自己 那是自私的交换